好 画面上可以看到车子才刚起步 一旁的大树就倒下来 甚至有名骑士刚好就站在骑楼上 抬头一看察觉不对迅速往旁边冲 才闪过逃过一劫 事发就在今天晚间的6点55分 发生在台北市四维路154向29号前 紧邻了大安国州校园树木 因为不明的原因断裂倒下 压重路过的自小客车还有机车 当时有三人受困在车内 消防人员利用电锯切割树枝才协助脱困 索性意识都清楚没有受伤 机车也已经移出 至于倒塌树木功能处确认后 证实是校园树木 而且是经过文化局列馆为受保树木 目前已经由学校委外厂商到场处理 但为何会突然倒塌 还有待后续理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